今天我们开放麦聊一聊 正在北京如火如荼进行的冬奥会 我们看到在这个冬奥会上 有好几位华人的运动员 不管他是代表中国出战还是美国出战 都赢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 但这个话题可以能够引申出来的 包括这到底是一个阶层问题 还是一个民族问题 还是一个种族问题 他们的这些成功背后又是 是养成的因素还是社会的因素 这个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探讨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在画面左边的是我优势频道 老张陪你看新闻的制作主持人 也是我们湾区著名的媒体人 右边是George杨 我们的老朋友 George杨是曾经参选过加州副州长的社区活跃分子 现在好像也在竞选一个 关于跟教育有关的公职对吧 对对对 不过今天不是谈的一个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可能会谈到一些教育 所以你也准备好了 没问题 所以我刚才 你们觉得最大的takeaway是什么呢 so far maybe 志斌先来好不好 你说so far是吧 so far的话其实分两个部分 既然讲到这个东奥 我想我们湾区很多的朋友关心的 都是咱们本地的一些选手 就是我们所谓的ABC啦 像是最新的Nathan Chen那个称谓 还有像是我们也是本地的另外一个 Karen Chen呢 他们很多甚至都是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 我们的侨胞 大家认识的家庭的孩子 那大家都focus在这边 但是好像更多的全球华人来讲的话 最近比较讲的就是那个 古艾琳 古艾琳 对 还有另外一位前几天被骂得很惨的那个朱翼 那我想这两个话题可能不是完全一样 一个就是提到说 这些美籍华人的孩子 他们回到中国去效力 这个中间牵扯出来的一些东西 那另外一个可能刚才像是 去让你提到的 包括待会儿George可能会要谈的 就是你这些像是这种运动啊 这些项目 他们需要的养成背景 还有他们的教育的环境等等 其实我个人觉得冬奥的这些项目 其实大部分来讲 本来就不是一般人玩得起不是很普及的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跟夏季奥运一般的项目要分开来谈 没错 George 我觉得首先恭喜那些每一个运动员 其实他们都是一个个体嘛 都是一个individual 他们的成功 他们的努力 我们都还是应该去鼓励的 为他们加许的 当然这次奥运我也不能够 刚才那个序量说是如火如荼 我刚才稍微想说真的就是如火如荼吗 好像美国收视率都蛮低的 对 而且可能是这个我用词不准确 首先冬奥会是一个冰天雪地 虽然那个雪是人造雪 但是用如火如荼是非常不恰当的 谢谢 就是帮我指出 来请继续 没事没事没事 我刚刚听到的时候我差点笑了一点 不过that's ok 我们就讨论一下 overall的话 我觉得我也因为在参加一些比较是共和党一般的团体 有些话就讲的是有点 我觉得是有点extreme 就比如说是defector或者是traitor 就讲到Eileen Gu跟张宇 我觉得这个是a little bit too much 重点的话 我觉得不能够去prejudge他们的motivation 他们的动机 我们很难去猜测他们是一个个人 对不对 说不定他们真的就是对中国的喜爱 然后去的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 因为他是为了金钱或怎么样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倒是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事情到底对中国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觉得倒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一下 我稍微翻译一下George 你刚才讲的 defector也好 traitor也好 就基本上是我也听到了 我在Fox News上我看到Tar Carlson在采访一个保守派人士的时候 这个人也说他怎么能够这么不preciate的 就是对美国没有感恩之心 把他们最严重的就像你刚才提到这样的定性 就是说给予一个叛徒 这叫什么逃兵这样的一个定性 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是多多少少是有一点点非理性的 因为其实根据奥运会奥林匹克宣章里头 确实他有一个第41条 他是允许所谓的双重国籍或者多重国籍的选手去参加 在历史上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比如说以前美国为了吸引前苏联的一些兵球选手什么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参加我们得到我们的绿卡的话 你就可以代表我们出征 这是一直以来有的 只是说现在关于谷爱林的这个争议是说 他到底有没有根据中国的法律 他有没有资格拿中国的所谓的国籍 对不对 他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争议 那刚才也纠正一下 可能Nathanson应该是来自于Salt Lake City 由他的盐湖城 所以他不是我们班区的 但是在这个美国 他现在在加州 他现在在加州是吗 他是从盐湖城长大的等于是 是吧 对他搬到加州去的 对 那就是说加州至少在这个花样滑冰的这些项目里头 男选手也好 这里有很好的训练基础 在我们湾区有很多很好的教练 很好的训练基础 没错 其实你们谁有这方面资料 也可以现在就分享一下 我记得说以前的一个观影山 对吧 那是很久以前的 也是一个华裔的选手 也在冬奥会上得过很好的成绩 然后另外一个日本的选手 他后来退役之后就是一个教练 而且他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甚至有时候在南加州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花花的教练 对 不过刚才其实 刚刚训练提到一个 就是奥运的宪章是允许双重国籍 但是这一次其实国外里 你看媒体一直逼问他 他也一直不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还去查了一下国籍法 国籍法第五条说 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 本人出生在外国 具有中国国籍 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 并定居在外国 本人出生时 即具有外国国籍的 不具有中国国籍 所以说就是国籍法的第四条 是说父母双方或一方 是中国公民 本人出生在中国 有中国国籍 所以国外领 他是没有中国国籍的 然后第八条又说 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获得批准的 汲取的中国国籍 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 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 所以如果按照中国国籍法 这个东西是很清楚的 那另外那位朱毅 他是在差不多2018年 他就放弃美国国籍 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事情 我觉得最除了对比 这个陈王败寇 谷爱玲拿的金牌 朱毅跌倒了 就被大家骂以外 就是主要就是 这个谷爱玲 当然他本身的 他的这个条件 他的背景很引人注目以外 就是说他在这个 就算是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 法令上本身 他是存在的问题的 那这一次的 对这次东澳 有大量的外援 先前大家都觉得说 是规划 包括像我看到一些报道 说冰球队有超过半数的都是 那现在如今看来 他们到底有没有 所谓的规划或者转集呢 这个中间好像就一 就有一些问题了 那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恰当 还有就是 你就算身为一个主办国 你需不需要就一定要变成金牌榜第一名呢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很值得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 我想讲到Benny讲的 我非常同意 我先问一下各位观众 不要去Google 2008年中国拿了多少枚金牌 你说下级奥运会是吧 我相信知道人不多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什么人知道 或者可以说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美国拿了多少枚金牌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我2008年的时候正好在中国 我叔叔呢就一直在中国生长了 他那时候就说 哎呀我们中国真笨了 我们把18般武艺都变成一个奥林匹克运动 那不是拿很多金牌了吗 当时我就跟我叔叔说 你拿金牌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国人振奋 那你就拿多点金牌 无所谓 但是如果你的目标 是让世界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国家 你是按照规矩去做事情的 因为奥林匹克的这个精神 就是在全部全世界运动员 在同样的一个规则下面 去公平的竞争 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 最近有很多关于韩国运动员 或者日本运动员在这次冬奥所受到的一些待遇 那到底是不是不公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那个judge 我不是那个对那运动本身我不熟悉 你不是裁判就是 对 但是让很多人的感觉 这些国家的运动员的感觉 就是好像日本有一个运动员 他是世界冠军 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服装的合不合规矩 但是这一次就因为他服装不合规矩 把他取消资格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很多的外人就觉得说 那你这个就是有点是 怎么说呢 你的规矩你是不遵守的 你不遵守规矩的话 我们怎么去 刚才Benny讲到一个国籍法的问题 中国很多的法律 在书上有 还是没有遵守 我给大家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贵明海 这个人是瑞典国籍 他回到中国马上就给他恢复了中国国籍 然后就被判了十年的徒刑 这一个事情我相信如果你看中国的国籍法 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先例的 一个有外国国籍的人 回到中国怎么回去我们不说了 回到中国然后突然间就回到了中国国籍 我相信任何别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 如果你不按这个规矩去做事情 你的法律是一种儿戏 连你自己定的规矩你都不去执行 那就让无论是投资人也好 或者是别的国家也好 就会对你有很大的一个质疑 在以后的很多的合作 为什么要办奥运会 很多国家办奥运会 无论是韩国日本 甚至美国都是希望让别的国家更喜欢你这个国家 对是个营销形象的一种营销吧 对一个国家形象的营销 那中国现在做了这个事情 国内当然是一片欢呼了 但是国外很多别的国家 是不是增加了对你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呢 所以我并不是很想评论 个人的一些事情 你说谷爱玲也好 注意也好 我倒想从一个国家政府的层面来去看 就是说你主办奥运会 你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去做 才能够更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甚至 我刚才为什么问大家 你说韩国奥运会 韩国拿了多少名金牌 我们都忘记了 但是如果好像韩国奥运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在中国 觉得韩国很不公道 那这个感觉 虽然我已经忘记韩国拿了多少名金牌 但是我那个不爽 我还在存在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刚才讲的是说汉城奥运会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我也说 公道来讲 就是说很多个这种东道主国家举办大型赛事 无论说世界杯 足球世界杯也好 还是奥运会也好 还是其他专项比赛也好 都曾经出现过一些明显的偏袒 东道主国的一些东西 甚至有一些 比如说日韩奥运 世界杯的时候 对吧 大家也知道最后是韩国是进进到了那样的一个成绩去 大家都觉得很可疑 但是这是我觉得是你刚才已经把这个话 我觉得这样说吧 有一件事叫主场优势 那是肯定有的 你本来队员在这边的在家里门口 对不对 又有家里的那个球迷 但是刚才Benny讲到的就是这个国击法这个事情 奥运会是有很明白的规定的 一定是要那个国家的citizen 或者是do citizenship 没错 才可以在那个国家参选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规定 我听到了 这个就是这样说 You make a point 我觉得你 可不判的那个问题了 是的 我就是说你刚才总结一下你的说法 就是说整个这个举办这个赛事 是一个对国家形象的一种 本来应该有的正面的营销的一个推广 但是如果说因为其他的一些细节 让人看到你对规则本身不够尊重的话 那可能反而去适得其反 这大概是你的意思 对吧 Benny你还有补充吗 其实刚刚就是讲到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我就是看到一些 这刚刚训练你有说吗 东道主对不对 主场的优势 那有些裁判不够 那其实像这一次来讲 我倒是觉得说那个滑雪服 它的规定宽松两公分 那这个是一番两半年的事 也许你会觉得说 他明明尽了几米把它拉下来 你为什么不再出赛前就凉呢 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他如果规矩写在这 就是规矩也不是北京定的 他东西一凉 他就是宽松了 那就是宽松了 所以说那就像 就像我自己是台湾背景 中华台北 你去韩国去比那个跆拳道 也是常常被判的莫名其妙 所以韩国日本大家都会有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其实跟东西方的文化 也多少有点关系 我觉得东方文化还是比较集体主义一点 还是觉得说就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的荣耀什么 那相对像欧美国家 就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节目也有讲说 就是尤其是运动 是比较由下而上 都是学校啊 都是社区 这边小孩很多 社区棒球队啊 什么足球队啊 家长都送来送去很累的 然后你慢慢上去了 成绩还不错 申请学校拿了奖学军 有机会再进了国家队 甚至职业队 那就不像说是 在亚洲国家比较多是 一个国家成立一个训练中心 你去各地去挑了小孩来培训 然后长期你给他营养金 给他住宿给他钱 所以说老百姓都觉得说 你这个人不拿金牌对不起国家 你拿金牌 首先要感谢政府感谢党 我觉得这整个文化来讲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真的 我自己会觉得说 如果成为一个成熟的 一个发达国家 要有更多的民族自信心 不用觉得说 好像我们金牌 没有拿到第一就怎么样 即便是主办国也是如此 因为每个国家 你总有强项弱项长板短板 那我会觉得说 像是东奥的项目 真的很多都是堆钱堆出来的 我相信这边很多的家长也认同 你小孩要去学个滑雪板 学个溜冰 那个钱都是要砸很多 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 东奥的奖牌榜 其实像是上次的平昌奥运 还有像现在的 也都是什么德国 博威 奥地利 这种瑞典 他们传统就是那种北国 他们那些人在拿牌拿得多的 美国那么大 也没有说真的排到 真的前两名 那中国我真的是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平常心一点 就是你说政府国家也好 民众也好 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好像把它炒翻天了 觉得这个东西甚至就上纲上线到说 我们现在中美之间的征战 好像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要得胜 我个人觉得好像不应该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在美国是比较一个个人的 他看你的卤益 所以你看美国跟中国的计算奖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中国只算金牌为第一 美国像觉得你已经努力 你拿个铜牌 其实也不错 就是已经算是top three了 所以美国一直的计算方式是奖牌总数 在这方面的话 中国有一个之前好像是冬金奥运会的时候 有一位本来要拿金牌的 结果没拿到金牌拿了银牌 马上那些在旁边的那些人就散了 然后另外一位没有想拿金牌的 结果拿了金牌 马上政府就去你家门口去检草 这一点的话 就真的是让人家讲的难听也非常的心寒 就除了顶尖你就是失败者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一次你看朱毅跟Eileen之间的区别 就看到了这一点是没有尊重 就是说真的 为什么我说他们可能选择错误呢 因为在美国你即使失败了 这个种的故事 反而是有人是很立志 比如说你注意这次摔了 但是你下一次再赢回来 美国觉得或者是继续去做一些别的有意义的事情 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故事 不会是因为你失败了一次 大家就哇马上就不管你 在中国的话你就一定要顶尖顶尖 一直顶尖到底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他这个选择还是蛮高风险的 我接着你这个话题说 我觉得你这个观察是非常有洞见的 但是同时刚才我也接着Benny的话讲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看成是一个个体或者个体家庭的一个努力 最后的一个成就的话 其实看他们这样的一个目前的选择来讲 你也当然可以同意 就是说他们选择现在这个时候代表中国队出战 也是一个个体的理性或者利益驱动之后的一个理性的选择 对不对 就像谷爱玲这样的一个案例 首先当然在美国可以夺得这个冬奥会冠军的这个人 其实是很多的 然后他们其实同时在去竞争那些对这些体育产品啊 这些滑雪板的代言的这些订单对吧 这种合同 但是谷爱玲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身份 在中国得了这样的一个金牌 而且再考虑到就说两边这种经济上的这种 一个是比较向上发展 很快速发展 需要一个代言人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上的合同 和这边其实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市场相比 谷爱玲当然在中国可以拿到比在美国多的多的商业合同 对吧 我觉得这也是他在 in the first place 在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理性驱动之后的一个结果 但是可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这样的一个获取利益的办法 其实又构筑在一个 在中国因为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集体主义的狂热 是吧 多多少少 我觉得可能这个定性有一点点过分 但是就是说对待整体的 他是我们的人 他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比较看重集体的身份的 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的 那从另外一点就是注意的这个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 他爸爸当时决定回到中国是因为他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专家 然后回到中国以后也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待遇 然后从而他女儿可能也觉得说对他的体育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anyway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评语 我觉得说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他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 其实这些选手们的问题的焦点 大家讨论的是一个阶层的问题 而在美国的语境底下 可能更多探讨的是一个种族的问题 你们同意这样的一个判断吗 这个想法有没有让你们想一些其他的 我觉得完全没有错 就是说像你刚刚提到的 像是国爱琳她待在美国的话 甚至她还可能会有玻璃通话板 不知道说有什么优势了 因为她有压力的血统 尤其在现在这种氛围下 那她回到中国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身为华人这样讲还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说 咱们华人不管你是在两岸三地哪里 多少有一点那个 讲不好听有点重阳媚外了 尤其你说混血的 她本来就长得好看 然后又是混血的 就有一点点那种更多的想象空间 然后她的实力又不错 就像续连讲 她就有很多广告诞言 等于说我相信民族情怀有没有 也许她有 也许她的妈妈有 但是她有更多的是前途上的计算 像刚才我提到的 在美国我们讲这些sports 这些运动员 他们其实因为是自己培养出来 所以他们也靠自己 那有些项目有职业 有些没有 那就算你得了奥运金牌 也许你以后就是很知名的一个 你可以开一个滑冰学校 你可以成立一个奖学金 你变成一个名人名星 大概也就这样 但在中国的话 你可能有国家来的 然后有市场上的 商业上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就是以她这种级别来讲 谷艾林也好 朱也好 她如果在美国 她拿一个青少年 或者市井赛 就算是奥运金牌 那她绝对后面的发展 我相信商业上来讲 是不如中国的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父母亲都会 多少会考虑到这个 而这样的考虑 是完全正常的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必须要为自己的前途打算 并不是说我从小起来滑冰 然后滑到18岁拿个奖牌 然后后面我就不打算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也不需要上纲上线到太多 那相对来讲 民众也应该用平常性 也要看穿这个事情的本质 就是说在这个中美现在关系 强烈竞争不太好的情况下 他们 比如说他们趁着这个时事 选择加入中国国家 对甚至放弃美国的国籍 那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考虑 你也不用想着太多 中华民族有多么的伟大民族复兴 相对来讲 那个美国长大的孩子 注意 也不用怪他说 连个中文都说不好 就是好像说陈王败寇到一个地步 他没有他没有夺牌 他失误了 把他骂到一文不止 那但是也不用把这个成功的人吹捧到 说多么的爱国 然后我们的中华儿女是多么的伟大 那这些都是多余的 之前美国有一个运动员 他是应该是希腊籍的吧 Greek 那他也就回去参加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controller 我们首先这个大的政治格局 确实因为现在的好多 这是东运人 东运会本身在政治上是有很多的controversy的 这个我们大家应该去acknowledge 到底你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很多是为什么这次的奥运会是有这个boycott 美国政府也有做这个diplomatic boycott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去代表 为什么刚才你刚才说有些 好像Tucker Carlson 讲到他是一个defector 或怎么样之类 是从这个角度 是他访问的嘉宾 不是他自己说的了 对的 我知道右派有蛮多人在讲这个事情的 我也这个 这个是一个fact 如果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墨西哥的选手 他去墨西哥的双中国籍 然后去墨西哥去做这个事情 我相信不会有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controversy 这一点的话呢 我要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之前应该是2016年吧 我带我女儿回去中国 当时有一个我们其实没有很熟的人 我女儿那时候10岁左右吧 他那个人就突然很aggressive的来去问我的女儿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女儿就很 就你知道在美国的小孩子 一般都是很individual 你问我叫什么名字 或怎么样之类的 你这样aggressive来去问这个问题的话呢 他非常的uncomfortable 你要明白现在中国有一个 中国以前也有了 叫天地之下墨飞黄土 帅土自闭墨飞皇城 他现在中国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全世界的华人都是我的 你们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你都要为我这个国家去做事情 为我 你不用说政府了 就是你要为我讲话 因为你属于我 就好像大家讲的桂比海这个案件 它是瑞典的 这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是就我 我讲了很多次 我不评论运动员本身的动机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钱 或者是为了别的原因 但是我相信好像 刚才讲到Christy Yamaguchi 日本裔的选手 他在美国就非常志向 他做很多的advertising 因为他有一个很阳光的形象 而且也比较漂亮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主意 实际上也给他加分了 对不对 其实美国还是有一个diversity 多样性的一个市场需要的 而且你想想看 Christy Yamaguchi的那个时代 其实也是美国跟日本经济上 是有蛮多竞争的一个时候 但是大家对Christy Yamaguchi 本身的这个形象 他甚至好 即使现在也有很多非牟利 会找他去做一些代言的情况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在Christy Yamaguchi 在没有任何的 political controversy的情况下 他也同样的在这个舞台 有很大的一个visibility跟成功 你说有没有这么多钱 我不敢说 因为现在谷爱玲 也才刚刚开始 说不定更多 而且另外的谷爱玲 他的形象非常的好 他本身就是一个model 所以我不能够说 这我现在没办法去比较了 因为他现在没有 我觉得他留在美国 比如说他以美国的身份出彩 然后到中国之后 比如说他在领奖之后 我这hypothetical 他说我爱中国 我把这个金牌 dedicate一半给中国 或者dedicate给我的家乡 我相信他也同样 可以拿到收很多中国的粉丝 他需不需要 一定要代表中国的出赞 才能够拿到这个好处 我不敢说 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我不会去second guess他这个选择 但是我觉得其实上 他其实他有很多不同的办法 来去收获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优势 可以这样说 其实我看到那个Nathan Chen 他在赢了之后 他也说了 就是你刚才认为 古艾琳可能hypothetically会说的话 他真的是这么说 他说我喜欢北京 我妈妈就是北京人 云云的 那当然也会使得两边 可能对他接受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当然商业价值上 我同意因为古艾琳的外形非常的出众 但我要想说再回到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总是或者说 每一次奥运会的时候 奥委会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好 东道主也好 都是说我们不希望把体育政治化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常年唠叨的一个口号 但是有体育其实从来都一直都被政治化 这也是真实的 从抵制前苏联也好 各种抵制也好 其实今年俄罗斯仍然并不是以俄联邦的身份参赛的 对不对 然后包括就是说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纳粹德国那个时候的慕尼黑 柏林奥运会 其实很难区别什么东西是所谓的非政治化的问题 那回到这个 我就回到一些教育上的问题 就是说你们两个觉得 大家觉得他们毕竟是成功了 无论说谷爱玲也好 Vincent Joe Vincent Joe很可惜 因为自己好像是测出来这个有Covid的 是吧 很遗憾的没参加 陈凯文 这就是Fremont的 我记得优势当年还希望说做他的一个小纪录片 结果最后因为他太忙了 他妈妈说 对不起 我女儿实在是schedule排到就是已经疯狂的状态 真的没有时间 谷爱玲 我也曾经用这个优势的制作的这种身份去跟他的Instagram 很多年前 五六年前 我就发现注意到他 他当时回复给我的话 就是说 请跟我的经纪人去谈吧 人家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的在运作这个事情 无论如何 就是这些华裔的选手 他们都是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成就了 你们觉得对他们的成功来讲 也就是培养他们的 到底哪一个东西是更主要的 有的人说 哇 这就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问题 对吧 因为他们的孩子都是 不是 他们的父母都是精英 很多都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本身在各个领域也非常杰出 可能他们的生活方式 然后也有 有的人说这是社会环境 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只要你有这样的资源 有这样的才能 然后社会就会自己去让你去配置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也有觉得说这是一个商业环境 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你们怎么看 你们觉得哪个因素可能再更重要一些 我想对于教育方面 我不是这么有研究了 但是我的观察就是说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像是就拿我们湾区来讲好了吗 因为我们这湾区的媒体有没有 就是好像像这种花式滑冰 这一类的项目 我们比较高频率的可以看到一些优秀的华裔选手 不管是在全美的比赛 青少年的还是世锦赛 乃至于像是奥运 那我觉得序量你刚刚提到一些 其实多半都有关系 因为真的这一些运动来讲 你要认真培养是蛮花钱的 然后我个人的感觉是亚洲人比较多孩子会 他们比较会让孩子去栽培 他们是做一个人的武林这一方面的 什么打网球的 有没有 或者说是这种滑冰的 乐器就是弹钢琴的 这种多一点 你去球队的当然也有 但相对来讲就比较不容易 出头的机会也更少 那这样的情况就造就了 好像我们看到这一次冬奥代表会大批的华裔 大批的亚裔代表美国出去 那这个事情当然 我当然觉得身为华人这是一件好事情了 但是相对来讲 我也会关注说 那美国的主流社会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 那会不会有一些喜欢运动 但是你说他没有那个条件资源 或者说没有那种虎爸虎妈逼的 所以上不去的 那些美国本地其他族裔的孩子 乃至于他们的家长会怎么样看 长期来讲会不会对华人的这些优秀运动员 乃至于整个华人 就像现在已经面临到情况 好像大学名校都是你们亚裔 都是你们华人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比较多元公平的手段 对让其他族裔能够参与 我不晓得在特定的运动项目会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现象是我现在有开始在关注到的 我不晓得像George你更了解你又是家长 你这方面看法怎么样 首先我的儿子的话 他参加的都是团体运动 棒球排球 女儿是排球 儿子是棒球跟篮球 我的意向的态度是 他要建立的是一个friendship跟一个teamwork 我觉得美国 我看了很多刚才讲到一个讲一个人的武林嘛 中国其实上蛮缺的反而是这种团队的体育 就是叫什么叫走位 be at the place where you need it 走到站到一个你需要你的地方 对我简单插一句 比如说最糟糕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男族嘛 中国的男族前一段时间输给了越南 我讲一个经济上的example 或者商业上的example 如果你中国人开一个餐馆很成功 大家都跑去开餐馆 结果到最后大家都没生意前站 那印度人的话呢 比如说同样的 他在一个地方开了一个油站 旁边我开一个supermarket 旁边我再开一个salon 那这样的话呢是complementary 而不是互相的一个competitive 我觉得这一个教育来讲的话呢 这个团队教育长远来讲 真的要比较有更大的成功 你看silicon valley有很多的it的精英 是亚裔跟印度裔 但是你会发现top leadership 很多是印度人 他们打群家 一个是这样子 另外的话他本身比较印度 最喜欢的是cricket嘛 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运动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从教育角度来讲 我不反对这个这个虎妈 我觉得让你小孩子 从小有样这样的一个 对时间的充分利用 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 但是同时的话呢 是给他一点空间 我们要看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例子 都是最顶尖的例子 我们没有看到的是很多虎妈 花了很多时间去培养一个小孩做 比如说也是滑雪的 或者也是滑冰的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像个example我们看不到 刚才Benny讲到中国的举国体制 我们知道的就是几十万的学生 放弃了正常的学业 去进入体育学校 到最后这些人里面 可能只有两三个人 是真正能够成为世界的顶级的 就好像我刚才讲到2008年 一种会其中一个跳水的那个小女孩 他就是我根本不知道 我会当冠军 如果没有当冠军的话 我们就根本不知道 他们家庭是这么悲惨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呢 我们在培养小孩 我作为一个家长 我觉得培养小孩的话呢 我希望他们对自己的有一个自信 一个团队的体育 建立很多长期的一个relationship 就是我希望我经常问我女儿 就说你的同学是谁 你的朋友是谁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他真的真的成不能够 Stanford怎么样 但是我希望在他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建立一些能够互信的同学 以后是可以 无论是做生意好 做人是心 他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的小孩都没有 没有去做一些 好像你讲的一个人的武林的项目 我到学的时候 团队体育不错嘛 就让他去团队体育就好 对 但是有可能 我这是带着一个极大的恶意的腿侧 如果说冒犯的话 请你原谅 可能会有一部分 人就说了 你看人家 因为人家的父母都是 硅谷的精英 华尔街的精英 人家这个都是受过极好的教育 社会资源极其丰富的 然后你参加集体活动 因为你没钱嘛 这是很多人 我在自己的朋友圈 见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debate 但是我同时在仔细观察 这些人的个体的 这个家庭的情况之后 你也会发现 其实家庭 到底对一个人的影响呢 他们也不完全相同啊 这个有一个 好像是奥克兰的一个 华裔一个女生 叫Alissa Liu 她也是代表Team USA 去华这个花样华冰的 她的这个爸爸 她是一个单亲家庭出生 她爸爸是一个华人 而且她家里头没有母亲 因为她这个母亲是 叫什么通过卵子获得之后 然后她爸爸这个就是 基本上就是个试管婴儿 而且她这个爸爸呢 用这样的方式 好像培养了好几个孩子 你就这样的一个家庭 然后最后也会有 这样的一个结果 然后谷爱玲的妈妈 好像是叫什么 谷艳对吧 她是学霸了 但是她的再往上 就是说谷爱玲的姥姥呢 其实又是有一点点像 好像中国交通运输部的 一个退休的干部 就她更像是 就是说当年拿到奥斯卡 最佳影片的 赵婷的那种家庭的出生 然后她也是 她爸爸是一个很神秘的 至今还是有一些争议的 到底她爸爸是不是 所谓的谷歌第五号员工 不知道 然后也有 Karen Chen吧 Karen Chen是台湾的父母亲 然后我见过她的这个妈妈 她们是一个真是很典型的 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家庭 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家庭里头 其实也会产生 都会产生这种很优秀的 这种孩子 对不对 所以到底什么东西是比较影响大呢 很难讲还是这个个体的差异 甚至说有时候带着一点点的运气 不知道你们觉得呢 对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认识 如果大家都有的话 就很少很多莫名其妙的争议了 因为说到底 我觉得说运动员 其实也跟其他行业一样 也是个人基于自己的爱好 跟理想的一种选择 那虽然说各国有国家代表 对你说的是什么样为国争光 但是呢 就是真的不需要太把那个集体 把国家民主的那些大帽子 全部往一个运动人身上扣 那同样的道理 你其他各行各业 你在学术界也好 在科技界 在医药界 演艺界 就是得了奖 我觉得说如果是一个成熟的 一个国家的话 大家还是应该恭贺这个个人 这个是他自己跟他家人的成就 其次才是国家民族顺便因此 大家等于说予有荣焉 而不是说 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加上来 当然了 体育运动项目 其实就像很多 我想华人很多小孩 去学才艺一样 那绝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他们一开始父母亲栽培他 可能都是以一个学习才艺 强身健体 还有培养运动精神 团队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来出发的 你那种天赋异禀 你从小就一看 哇 这个人以后会是百米冠军金牌 然后就送去训练 这种状况 在至少在美国是不太会有的 那我也觉得说 就是家长应该就是 给孩子一个发展的空间 然后让他从这些方面 在精神上面能够更丰富来获益 那至于说他有那个能力以后变成是NBA的呢 还是变成说是什么奥运金牌 那就再说吧 也不要说让很多的孩子 他们在很小的阶段就面临这么多不必要压力 那至于说你说那个举国压力的话 那更是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这样说吧 这个举国的压力或者贵冠 谷爱玲她是自己选择去带到她自己头上 因为她觉得带这个对她有 我不敢讲她的动机 但是她是她自己选择去带 所以在这一点上的话呢 虽然我也觉得她成功了 我们也在这方面的话呢 是她个人的一个努力 但是因为她这个事情 从她自己的话呢 她参与了一些叫advocacy 就比如说什么BLM啊 或者是Anti-Asian Hay啊 但是而且她也说 为什么妇女出户发生了 那现在你看中国这个徐州妈妈的这个事情 比如说 我就没有看见她在这方面去发生 因为在美国来讲的话呢 也是一个小小的传统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有high visibility 一种高光的一个人的话呢 你在某些议题上 你是要有所言论的 社会影响力要有 你有社会影响力 你就有一定的社会责任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回到美国之后 会会发学生 因为她现在起码在人家屋闲下嘛 啊但是我我不看好哈 啊这我个人说不定她会她会她会 surprise presently surprise me 我倒觉得说这个可以跟你debat一下 就是说这个还不只是说谷爱琳这样的现象 那你说NBA的LeBron James呢 对不对 没有错 就是说当大家涉及到自己的实际利益的时候 然后就什么样的一个好像所谓的公益啊什么的 感觉都很虚伪 对不对 资本主义社会嘛 就像说她完全有她的自由 她去不说话 这是你看LeBron James对不对 她不在中国问题上 她完全不讲话 那是她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有自由去吐槽她 对不对 我们没有办法去block她或怎么样的 但是有很多人吐槽LeBron James 就这个事情上 那个Kentor什么 这都可以啊 这个就是美国的自由 不是说你可以随便讲话 中国有些人就说 你看她出来就被人家吵了 被人家吵是人家吵的人的自由嘛 对不对 所以LeBron James也被人家吵 所以的话呢 Eileen Gu 她也会被很多人去诟病 她这个不能够说是她没有这个自由 她还是有这个自由去做 但是人家也可以对她这个行为 去就发到一个反对的声音 或者是一个负面的声音 这一点她是要明白的 她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也是有她的一个negative的一个影响 就是有代价的对吧 不过George你刚刚讲到一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以美国人的文化来讲 绝大部分会对这些议题发声 那她是一个ABC supposedly我们觉得她应该要讲 那她既然不讲的 她可能是基于利益考量 但是我会觉得说 有一点的有意思 就除了每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同 另外那我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说她为什么她的中文好 因为她妈妈每年都带她回北京 就是放暑假去学 所以说她有一个专门的补习本 海淀黄装 所以说呢 这个国爱林她到底 我们意义上来讲 她能不能代表美国人 就是她是一个华裔美籍 甚至她能不能代表所有的华裔美籍 还是她是一个特例 其实如果想穿的话 每个人本来就是个体 她可以为了她自己 不管她是爱中国也好 还是说基于商业利益 人身安全什么东西 她选择不去对这些议题表态 那是她个人选择 那所以相对来讲 我觉得说 大家也不要把她的象征意义 放大到这么大 就是她这样子就是爱中国 就是中国比美国好 通通没有必要 她只是在寻求一个 包括她的运动生涯 包括她的商业发展 包括她个人的名声 就像就是讲 她自己选择戴上这顶桂冠 那但是呢 如果大家都能用一个持平的方式 来看待每个个体 就没有太大的桂冠可言了 因为她也就是一个优秀的运动选手 一个条件不错的一个模特 一个网红 那她可以选择成功成名 那但是呢 就是我们也不需要 就是她没有这么了不起 我们也不需要把这么多的意义 赋予在这些人的身上 如果大家都能用这样的心态 来看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多过分的膨胀 或者过分的压力就不会存在 我觉得Benny这个点说的特别好 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底层价值观的问题 就是人活的意义是什么 怎么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 很多家长特别是硅谷的这些 其实他们因为 他们是他们看到这是同僚 自己和自己出身差不多的一些家长 比如说都是清华大学的同班 或者同年的一些父母 然后组成这个家庭 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特别成功 他们可能多多少少 也觉得我也是一样的条件 就好像一种焦虑感就出来 但是这个其实Benny刚才讲的很好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人的价值 不是这么样去被界定的 但是放在体育竞赛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高度竞争的一个领域里头 奥运精神本身又说的是更高更快更强 他就是以一个所谓五无第二 就是一定要拼出来谁最好 但是这个呢 和这个我觉得和当代美国的一些政治和社会的文化呢 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当我们听到这个整个社会更多的在强调 所谓就是wokeness 这个觉醒或者是这种强调更多的是平等 辅助弱者的时候 也可能这个关系也是导致就是说奥运会在美国的关注度 会不会有一点点比过去下降了呢 那这个所谓的很多特别极左派的一个论述里头 所有这种已经建制好的 比如说奥林匹克这种运动会 它本身是一个经过商业设计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一个商业盛世吧也是对吧 它能够集结起来这么多的社会资源 然后又让人们去服务别人人们的这个娱乐的需要 很多的极左的眼光里头看 这个可能也是某种白人至上 或者是这种具有主导性文化的一种对其他族裔的压制 这个话题你们怎么看 我先讲一下我刚才有一个idea还没有讲 讲明白或怎么样 艾琳的话呢艾琳固嘛 她是Stanford录取的学生 我相信她在申请Stanford的时候 她肯定不是说只要赚钱就好了 我这些政治事情我不讲 她肯定在她的application上面 或者在interview上面讲到 我是一个关心社会的人 我是对于一些底层社会或者是底层的人民 我能发生的人我是有关注的 这个事情我相信 我们在美国都知道这些顶级的大学 她除了你能力本身之外 她还对你这个社会服务 她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所以对于艾琳的话呢 她已经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层次 我们不能够完全就说 我们不能够对她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这个要求是正常的 她答不答得到那是她自己的事情 我们也不能强制她去做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她在 她比如说她必要让她发生了 或者必得是一些比较social有关的 或者是woman有关的事情上发生了 那在这个时候她对某些事情的 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徐州妈妈的这个事情 你完全可以热爱中国 但是同时也对这个徐州妈妈的境遇发生 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 甚至你可以说有些人支持共产党的政权 她也同样可以为这个徐州妈妈发生 她选择不发生的话呢 在某个程度上 她就是不希望自己的这些言论 对她的现在的安全或者是前途 有一个理想 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去讲的 在这点的情况下 她有这样的一个高光的位置 在同时发生了这个事情 你完全不讲话 你可以做你任何做的事情 但我们同时我们做一些观众 我们也同时可以对你的行为 去达到一些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定义 很多人都可以 好像讲Chris Yamaguchi 他非常成功 他其实也是蛮liberal的 所以对于我来讲 他很多的一些position 我不一定赞同 但是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坏的 他因为他很多的一些cost social cost 他是wholeheartedly在支持 他是全心全意去支持的 这一点我不会question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有些事情你只要容易做的去做 就好像在美国你想 BLM就是一个非常容易 基本上没有人会反对你去做这样的事情 你就可以去讲 但是稍微难做一点的事情 你就不去做了 这一点你做不做 好像我说的是你的选择 但是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也可以达成一些某一些的conclusion 对不对 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想的 我是觉得说 他身为公众人物 你本来就一定会要 必须要接受别人的批判 所以就是说 大家这样谈论是没有问题 但是关键就是像 像我们这样子的理性的讨论 还是有一些人已经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 甚至做一些很不理性 很失格的举措 来抨击这些 不管是运动员还是名人名心 我觉得关键是在这里 那他的话 其实我们聊到这 我想大家应该 我们至少我们几位都有一个公司 就是就是国爱玲 他应该是充分考量他的前途 甚至序量 几年前联络他 他就已经有经纪人了 你看他的公开发言 他就是已经完全做好 或者说已经是一个名人名心 在在经营他自己了 那你说这个徐州八孩这个事 坦白讲 第一个我觉得他可能不见得知道 因为他在国内 他忙的是备战 忙的是其他的各种的公共场合的露脸 他真的不见得会去关注这种新闻 第二个我相信 以他的立场 他绝对至少在现在 他也不适合发这个言 第三个也许说这个事 他也不觉得说 我一定要每件事都表态 现在反正是奥运 尤其是他如果是中国队 相信他有形无形的使命之一 就是要让全中国的人 关注冬季奥运 而不要去关注一些 其他的社会议题 我相信他自己也好 他的母亲或他经纪人 应该都会有这样的认识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吧 我们每个人在生命当中 都有很多这种选择的一个机遇 或者是时间 那你做了这个选择 那你就 我同意你的讲法 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有做一个value judgment 就是一个价值的选择 可以这样讲 那他在这个价值选择上 他做了他的决定 这是他的决定 我们都也理解他的这个 我可以说我理解他的决定 但我从不同意这个决定 是另外一回事 老实说如果我在那个位置 我会怎么做决定 可能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把我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 如果那天我真的是一边是几亿的一个收入 一边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也不一定能够 即使我讲的话也不一定能够改变什么东西 I don't know 这一点我可以说我也是大陆过来的 我理解他的 我明白他的做法 但是我还是可以criticize to some extent 我完全同意 其实我觉得古爱玲也没少 已经为这个事情 等于说他已经在那个cross air下 在这个瞄准星上待了一段时间了 但是我觉得确实是美国应该被赞赏的事 是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 就是他必须得经过人们公众意见的一个简释 然后同时承担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后果 对吧 就是有可能就会有人因为这样的事情而不喜欢他 然后拒绝他去代理这个形象 Again这个事情是自由市场在对意见和人们的观点 进行重新整合的一个过程 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们都是Christian 这种叫我在政治有参与一阵 我觉得在政治上最缺少的就是叫 一个叫moral courage 这个道德上的勇气 就是说在很难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放弃很多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做出道德上的正义的选择 我希望我能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你在没有被挑战的情况下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 为什么在美国一直有这个一个宗教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在美国作为一个叫一个limited republic 一个相对来讲国家权力比较弱的国家 一定要有一个宗教的在旁边去带 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道德的标准 是大于政府的 平行于也大于政府 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moral courage非常重要 所以我在政治上看见很多人 说真的你在共和党面前都讲的 我这个这个讲得很好 但是你真的你要make a choice 你可能会失去这份工作 你可能选举会失败 你还有没有这个勇气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叫moral courage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我可以说 我觉得艾伦不会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but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do 这不是我能够要求她的 就是讲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很对的一点 也是关键就在于说 你在美国这个环境 你出来讲这个话 你不会怎么样 但在中国的话 你可能讲完这个话以后 你再也不会有同等的地位跟影响 就被cancel 对 说不定会怎么样了 那就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简单讲 所以也许有的人 例如说上徐州发还是个事 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不是都在指责说 你当地的政府一定是有勾结的 这个事情是体制有问题的 如果只是冒出来一个 例如说是什么学校贫同的问题 也许他会登高一户 他我捐一笔钱 那也许这个事情就解决 但像这种体制上的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他也好 很多人可能就选择不要去碰 因为也像George提到说 你在那个位上 我去讲了有没有用 也许没有用 然后我的前途也完了 我以后再也没有影响力了 也许就有人选择说 在体制许可的事情上面 我来发声 我来出力 我来出钱 那也许long term来讲 对这个社会有点帮助 但是有一些比较上纲到一个层次 并不是我演艺明星体育明星能够摆平的事情的时候 也许我就选择不说话 我觉得就是刚才George讲的这个其实挺有道理的 就是我们要应该从这样的人们在这个具体的 艰难的选择当中 其实我们能看到多多少小他们的character 就是他们的这个性格 或者说勇气或者担当 但是就是同样我们也看到人性是软弱的 无论是在美国这样的环境里头 好莱坞也好 NBA也好 其实像谷爱玲这样做出来这样的 三减七口的选择的人不在少数 因为大家都是不会跟钱过不去 所以说多多少少人都有一个伪善的一面 基督徒讲说你应该有这个叫faultitude 你应该有这样勇气 但是同时也在讲说你应该有这个叫prudence 就是审时夺势 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 做出来一个可能略有不同的其他的选择 我们确实是作为外人 很难去替那个人去做那样的一个道德选择 但是我们当然还有权利去评价他 只是轮到自己的时候 也希望说我们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做出来一个让自己觉得 有勇气不后悔的一个选择吧 彼得三次不认主 美国就是一个叫capitalism tempered with christianity 就是由基督精神去综合或者是约制的资本主义 这个是在美国 在这个ecosystem在美国 最少在美国英国有这样的一个成功 我觉得这个ecosystem 这个系统现在开始有点在破落了 或者有点破损了 所以这样去说 你这样的话就变成政府要更多的去干预 那就有很多一个别的问题了 我现在在竞选的是加州的staywide superintenda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就等于是加州的教育总监了 在这方面的话 虽然我不会去管任何的校区 但是我在教材上面的一些管制 或者一些历史政治的教材 或者是那个testing的数学 英文的一些testing的标准上面 会有一定的说话 话语权 我不能够 很多事情是提上是立法那边去决定的 同时我也会是在UC跟CSU的Border Vision 所以你说在大学上 无论是平权法 或者是一些教育上的一些的议题 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在当选的之后 那希望大家关注这个选举 对 现在我是基本上是已经 应该名字会在那个选调上 6月份 加油 其实真的 我会觉得说 每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 政治背景不一样 所以老百姓的思维也不一样 那我们当然可以用我们的想法去评论 那可是呢 就是理性的评论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评论 我觉得就挺好的 那如果设身土地 包括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议题 像是中国这几年所谓的战狼外 比较中国的发展 你说西方国家跟中国人民 他们的看法是对立的 但是他们有他们不同的背景 我们为什么我们在美国呢 会觉得中国大陆这样子 好像是太aggressive 那中国人就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们国家要相对应 我们跟我们国力相匹配 我们要对外发展 为什么你这些已经从中得力的这些国家 要来打压我们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如果能够设身处定 去了解对方 理解对方 来看事情的话 就可以拿掉一些比较不必要的一些冲突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 还是可以有每个人的想法 包括我们会觉得说 谷爱玲那个位置上 他可能应该要做什么 或者不应该要做什么 这些讨论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就是说 也不需要把很多的事情无谓的去放大 然后从别人的角度去设身处地想一下 可能会更容易理解对方 我记得还有人用这个话题就延伸到所谓的美国梦和中国梦的这种比较上去了 对不对 然后就说你看现在中国的中国梦已经开始吸引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人去他们那个地方去创造自己的财富 然后获得自己的成功 其实我倒觉得说 如果说真的一个社会能够成熟到让各种各样不同的人都能够参与他的一种建设 然后互相的一个互动的话 这当然是一种好的梦想 但是我记得说 其实我如果仔细看当年的美国梦的那样的一个标准的话 他真的不只是在界定一个人在财富上的积累水平 也在界定一个个体的止于至善的这样的一种努力的过程 对吧 就是说你这个不但是说自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成功的人生 然后但是是有几级人去创造你的社区 然后影响其他人帮助其他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再讲多一个吧 这样子好像不好意思 你让我怎么结尾 中国文化的话 我记得中国我在大陆上 我想续亮跟我一样 学过一篇文章叫曹贵论战 应该有记得这个故事吗 曹贵论战 那基本上他一开始跟鲁庄公讲的时候 他讲的就是说 你为什么值得你会赢 那本文章我现在不是很记得 但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国家是有这个法制是健全的 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国家 其实美国梦的那个重点就是大家在同样一个法律的光架之内 我们可以我们中国人买会专控制度的控制了或怎么样 但是在一个公平的一个环境之下 我们都可以成功 现在的话呢 我可以说在中国现在 你刚才讲到这个法律就变成就非常的恶心 很多这一点中国以后要成功 我也希望中国能够成功 重点就是你自己定的规矩 你要遵守 你的中国的国际法也好 你这个拐卖妇女的法案也好 你自己定的法律 你要遵守 如果你不能够言而有信 这也是 这不是一个西方价值 这个中国本身就有的一个价值 这是一个universal的价值 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 言之有信 这一点的话呢 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够做到 这是很难的 我就讲到这么多吧 好吧 我们反正在座的每个人 文泽自负 我们这个开放麦的节目 倡导一个大家用公开诚实的态度 讲出自己的理性和思考 那我们当然也同时认为自己 并不是任何人都掌握真理 是吧 当我们如果有一些话 您觉得反对的话 我觉得也希望您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留言 但是希望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华人 所关注的任何的社会政治议题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